一、前两天看到CCTV13的新闻,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以一敌似,虽败柔融的金苑剑被发现了,124年了呀,眼眶有点湿。 金苑剑到扣海底,很明显是被击沉后搬船所致,一百多年过去了,船身掩盖在一片浑浊之下,考古队员清理玉米后,金苑二次仍然清晰可见。 当年金苑二次外面包了一层金,金苑剑是北洋水师第一艘装甲巡洋舰,由德国福尔坑造船厂建造,预来远舰为同级姐妹舰,是北洋水师,亚洲第一舰队的主力舰之一。 金苑剑管带林永生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,在甲武海战前为表决心,依然抛掉了弓箭员的最后关头,逃生用了救生山板,以表示破釜沉舟此战到底的决心。 在智远舰被击沉后,金苑浩和广加浩相继逃离战场,林永生逸一敌四。 在烈士中陈卓指挥,最终与全舰二百余名官兵撞烈殉国,仅有十六人生还,就连日本海军也对此表示敬意。 敌军中尉升起降旗,一直奋战,四而后遗,当可明目还底。 二、金苑剑重建天日,然而不能不说的是丁元剑。 他至今仍在异乡,打捞场面,一八九六年,甲武海战两年后,丁元剑的残骸被日本人打捞出水,作为战利品被运到日本。 在日本福岗市有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,丁元剑的残骸被日本人建成了一座庭院,用于炫耀,取名为丁元馆。 现在这座房子还保留着,除了砖瓦以外,其他材料都是拆着丁元剑,两扇大门,就是丁元的装饺,猙獰的大痕,依旧触目惊心。 在上面,我们隐约出到了丁元剑,那封存已久的灵魂,这是一个流浪百年的灵魂,这是一个致死不去的灵魂。 那一年,他载着那群折骸的人们,披波斩浪,血洒海浆,如果从下水那天算起,那一年,丁元剑只有十三岁,站在丁元馆,那一个个曾经远去的面孔,目目浮现,未有水师提督,丁陆昌1836到1895年,站到最后,拒绝投降,自杀殉国。 丁元剑管大刘不禅1852到1895年,平时就有狗丧剑,当自财的誓言,在丁元沉默后,自杀殉国。 丁元剑管大刘不禅1854到1895年,将战骑兵在围杆上,面对主张投降的随缘,严此呵斥,一半殉国。 超勇剑管大黄剑勋1852到1894年,陷入敌剑为困,陈卓指挥,在战剑沉默之际,伊山指挥发炮猛击,与剑上官兵一同壮烈殉国。 经元剑管大刘不禅1854到1894年,以一敌四,在烈士中陈卓指挥,最终与全剑二百余名官兵撞猎殉国。 至元剑管大邓世昌,1849到1894年,在至元剑炮弹用尽后,呐喊着我被碎死,而海军神威不知坠落。 帅剑已冲剑战术撞向极野剑,不幸中雷,顷刻沉默,全剑官兵撞猎殉国。 在甲午海战中,高级军官死亡率极高,北洋剑队时搜主力剑的十名管带,中,有七名管带巨国,有近三千名海军官兵雪藏海江。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年月,曾经远赴过那的人们都已远去,只剩定远孤独的陈寅,细语中的定人管,阴雨朦胧,定远界上的一块雕花木兰被钉在门外的立柱上,被雨水打成一片灰黑的颜色。 一位中国留学生,把伞举在木兰的上方,久久不肯离去,他说,我是大连海边出生的人,让我给定人称一块伞。 这是一个九腹屈辱的灵魂,他无法用自杀顺国来终结自己,却只能作为战利品任人摆布,继续忍受屈辱,默默地注视着每一个中国人,这是屈辱的目光。 这更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最惨痛的一刻,历史的车楼一直在不断滚动,不知何时订远能够回家呢? 本文部分资料整理与甲午甲午纪录片,推荐观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